坚持自由恋爱,结果终身未嫁 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女孩在白月光下 一个人坐在河边,听着水流的声音 心想,为什么我只是希望以我的条件 去寻找最适合的人 但结果却是到现在还嫁不出去呢 我叫星童,今年已经是37岁了 来自于广州附近的农村 大学毕业之后我到了一家还不错的外国企业 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成家 结婚之后,现在工作是还蛮稳定的 并且手下还管理了一个小组 每个都很能干,生活过得还蛮好的 上次在杨飞红老师那里做了回溯之后 对于我与先生的相处态度有很大的改善 杨老师说我们对于生命的认识更多 看待事物的角度就会越来越不一样 这也是属于生命课程的一种 所以我对于体验回溯是感觉很有用的 目前所困扰我的 就是在我遇到一些选择的时候会感到困扰 很担心我所做的决定 会对往后的人生有负面的影响 所以杨老师说让我内在的智慧去看看 去找到我们生命的人头是哪里 让潜意识的带领和我们自己去打开生命的记忆 随着杨老师的引导 我的眼前慢慢地亮了起来 刚开始的,感觉画面不是很清楚 适应之后,我看到一位女孩子 身穿着干净素雅的长袍 在家中忙里忙外的 我感觉到她就是我的记忆链街 在京城里热闹的小街里 开了一家卖粮食的商店 每到收成的时候 都会有各地的商人来把种好的粮食上交过来 也会商店里做交易 就这么忙碌着好几年 慢慢地就发家致富了 虽然靠这个商店挣了很多钱 但女孩还有不满足的地方 就是已经三十多岁了 一直没有遇到好的另一半 即使父母着急 但这女孩还是坚持认定 没有遇到好的 也不想结婚 这个年纪还没有 在那个时候 已经是让大家都说闲话的了 隔壁村有个媒婆 介绍了好几次 都没有成功 女孩那时候也是太挑了 由于自己拥有一个赚钱的商店 总是闲介绍的男孩子不够好 要不就没文化 不然就没自己有钱 总是没有一个让自己满意的 青春就这么地过去了 有一天晚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 那个女孩在白月光下 一个人坐在河边 听了水流的声音 心想 为什么我只是希望以我的条件 去寻找最适合的人 但结果 就是到现在还嫁不出去呢 这就是女孩这一世最大的遗憾 有一天 一对官兵从外地来到她的店里 从打扮来看 是打了败仗回来的 因为店里有大量的粮食 而且钱也很多 带头的将领 直接把所有的食物和金钱都搬走了 本来好好的积业 就这么没了 女孩也不知道到哪去 没办法 就跟着军队一起走 帮忙打砸工作 军队里都是老粗 每一个士兵或军官他能看得上 由于连年战乱 女孩东跟西跑 最后再一次战斗中 就被敌人消灭了 在生命的最后 女孩回首这一生 感叹生命不易 虽然最初赚了很多钱 但却是开高走低 最后因为战乱 什么都没了 而且也没有嫁人 没有成家 因为对一些信念的坚持 一个人带着遗憾地走完了一生 当我醒来之后 我感觉这个久远记忆前的经历 似乎和我在读大学时的一段经历很像 杨老师说 其实有一些重要的经历 都是在不断地重复着 这也许是在提醒着我们 还有一些功课没有做 需要在这不断地重复过程中去完成 从我过去的这个经历里 我明白了杨老师所说的话 以前的这段经历 正启发着我 对于未来 我将努力去把握 不让一些虚物不可追的想法 让自己停止不前